好 早上七点钟 电视早餐我们继续来带您关心 昨天这国庆大典当中 其实大家好像也没有心情在欣赏表演 反而是在观察到底马王是如何来应对进退 事实上我们看到昨天王金平院长 是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先进入到总统府内 请马英九总统立临会场 过程当中有所谓的消失的八分钟 这八分钟大家就很好奇了 到底总统跟院长在府内是如何互动 那么王院长在受访的时候说 其实两人都是在聊一些国庆典礼的筹备状况 当然也聊到天气啦 包括说马总统问他说 今天天气好像怎么样不错吗 那么当然这个王金平也立刻回应说 这艳阳高照 甚至马英九还说早上有看到 有媒体报道说你好像都会去运动 在哪里运动 这王金平也是照样的来回答 好像也都没有谈到了官书外 或者是撤销党籍诉讼等等 当然这个部分大家也还是好奇说 究竟这八分钟两个人是讲了哪些话 请大会主席代表全体与会人员 恭请总统立临会场讲话 这一刻全场摒弃凝声 立法院长王金平转身走进总统府 终于要和马总统见面 看不到的八分钟 两人到底说了什么 王金平这么告诉大家 谈的都是国庆筹备的状况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总统府给我们这个指导 谈的都是国庆筹备 王金平的简单回应 外界都在猜 那五抠零 国庆节目再怎么聊也凑不到八分钟吧 果然觉得王金平透透密室 在马王会内容后 不到半个小时 总统府发言人李嘉飞也特地出面转述 他们气氛很愉快 谈了天气 谈了今天国庆筹委会的一些节目的安排 也谈了今天早上王院长的运动 讲来讲去似乎都是场面话 老江湖王金平 梅嘎也纳捏得很好 因为讲这些好像撑不到八分钟 因为大家想说 是不是总统有希望说 您在跟联能会来做一个 没有没有完全不会谈这个问题 他有讲到官司的事情吗 没有没有没有 关键八分钟 镜头下拍不到的画面 究竟是不是马王和关键没人能解 但王金平能不能回到五人小组的框框里面 总统府的答案却没有变 还是照我们过去这两三个礼拜以来的一个情况来 目前没有一个变动的打算 伏风态度很清楚 只是台面上国庆优先 马王放暴在10月10号虽然暂时放晴 不过显然还没脱离暴风圈 传讯李红杰杨浅浩网游正环渊 台北桑报道